你好 你好 很张晓啊 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蒲雪梅 我来自四川 今年36岁 同学都教我开心骨 开心骨 我看你走上来也是有点蹦蹦跳跳的样子 这个身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先天带来的 是我们常说那种秀真人吗 对 他在秀真人里边算是挺高的 我觉得 你有多高呀 雪梅 115 115 那在秀真人里你这个身高 中等吧 但你的性格呢 你觉得在你的这个群体当中 是不是属于 很好的性格 我属于外向型的 没有什么烦恼吧 真的呀 那好羡慕你啊 我觉得我都很多烦恼 为什么你会没有烦恼呢 什么事情想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没烦恼 真没烦恼 你从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 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三岁多吧 妈妈说我挺聪明的 就是说反应特别快 唯一的就是个子比别人要矮一点 那会不会经历就是小的时候啊 不如别人个子高啊 别人会说你看你一个小不点 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有 就是上学的时候 别人说好小好小的 经常说就听习惯了 也就无所谓了 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读书了吗 没有 我就开始做生意 初中毕业就做生意了 对 做什么生意呢 内衣这一块 刚开始的不是很好做 别人一进来买东西就说 小朋友你妈妈呢 叫你妈妈出来我买东西 这样子有时候 我要不然就不说话 要不然我就说是我这样子 反正才从学校出来嘛 没有经历的社会 这确实也比较害羞 不好意思这样子 那怎么当时就有这样的胆识 说我自己开个店吧 卖内衣 03年我自己的压税钱 我存了3000 我妈给我拿了几千 反正差不多一万 就这样子 03年那个时候便宜码房租 当时那个时候 做到04年刚刚一年的时候 赚了一万 一年就赚了一万 03年赚了一万 对你来说当时是个大数字吧 当初学校毕业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觉得天啊好有成就感了 居然有一万块钱啊 所以积累了一些客户 对04年开始就 生意就慢慢慢慢挺好的 就做到19年差不多 做到去年 我儿子不是 今年9月1号上小学一年级吗 你都有儿子上小学了 对小学一年级 我就说啊 反正他要用小玄接嘛 我就带他一年 太棒了太厉害了 我觉得跟你沟通真的是啊 觉得你对生活啊 对事务的判断挺成熟的 看来和你做生意有关系 可能吧 所以从03年开始做生意 第一年就赚了一万块 后来就越来越顺风顺水了 对 你的客户怎么评价你啊 他们都比较信任我嘛 特别善良特别好 我说什么价钱 他们就什么价钱 因为他们觉得物有所值 东西也好 价格也合适 一般都不会讲价的 你这小店最多的时候 一年能有多少营养额呀 我们那个店不是很大 21还是22个平方 反正生意淡的时候 咱就说好的时候 让我听着羡慕一下 好的一个月有五六万吧 我说的是劳力 纯利呢 这个就不方便在这里说 你看多聪明 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们行业秘密 总之收入是不错的 买房啊 过日子都够了 我是08年买的第一套住房 07年买的铺面 你03年初中毕业 开了第一家店 07年就买了商铺 08年就买了房子 你的生意做得可以啊 15年在成都皮线买的房子 哎呀 成功商人 去年买了一辆车 这样子 就是你这十多年 是一直没有停过的 一直在工作 嗯没有 因为我这个人做生意 把我大连30的 下午五六点都还在店上 就待个初一 初二的早晨就开始 这样 还很辛苦的 对 所以我实在太累了 我也不想做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就 我觉得太累了 真的好累哦 你才三十几岁 就做事也觉得累了 像我们五十几岁 你大啊 我小嘛 都会觉得累 本来身体就不好 话说多 头就会晕 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懵了 付出的辛劳 比普通人要多很多啊 他说他这店 是22平米的一个店 其实他那个流水 就应该很高 他刚才我算他那个数 评效那么高 他的进出货物量是比较大的 不管他自己的身材是什么样 但他卖的货物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体积 重量 数量 我们正常搬搬货都会很累 那其实他缩小了我们好几倍 他要跟我们同样的工作量很累 跟你那个联系的那些个商铺比 你算是比较好的吗 他肯定是好的 对 他们都是换了无数型的 无数型 后来我就一直待了17年 因为你更勤奋 你也更努力 我就觉得吧 人与人之间都一样的 没有个子的大小 所以说你能做什么事情 我也能做什么事情 我不比你差这样子 这个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呀 做生意 隔壁邻居的阿姨 和他们是一个地方的 当时是相亲见面的 对 这一见面啥感觉呀 是一个怎样的男孩 我就觉得吧 一见面挺阳光的挺干净的 我做人的外貌协会的 一见钟情 反正我是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 这老公今天来了 这得问问 把时间倒回去 看看当年我们雪梅对他一见钟情 他是不是也一见钟情 让我们看他干净不干净 这一家雪梅的老公 来 掌声有请 带着宝宝来了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你看你老公挺帅的呀 现在不帅了 现在就一游厉的中年大叔 你这手伸过去是要拉你老公的手 还是你儿子呀 我摸儿子 人家老公手都伸出来了 推开摸的摸儿子 当时雪梅说对你一见钟情啊 是 那你对他的感觉呢 那时候我感觉他就是化妆 画得那个眼睫毛翘翘的 像那个芭比娃娃那种的 特别可爱 然后性格呢 又是那种特别坚强的人 所以说还是特别喜欢男生 也算是一见钟情啊 那接下来谈恋爱了 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他 你追的他 对啊 怎么追的 好不容易长得合适的 看对眼儿肯定就不放过了 咋追的讲一下 反正就是同学啊朋友啊 一起出去吃饭啊 或者是旅游啊爬山啊 反正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都会叫上他 主动叫 对 每次叫都来 也有不来的 不来不行啊 死缠烂打转呗 怎么死缠烂打的呀 反正就 反复地打电话 反复打电话 一直打他也不好意思 不来吧 最后就 最主要是我比较散烂 最主要是因为 雪梅可爱 他一打电话 反正我就必须去嘛 你也想去啊 是吧 不过他的朋友特别多 跟他在一起 大家玩得很开心 所以特别愿意去 哎呀这雪梅 爱儿子爱的呀 你那手就没离开过他 宝宝叫什么名字 小明叫豆豆 但雪梅这个小小的身体 生孩子是不是 还是当时挺不容易的呀 嗯对 我们儿子早产嘛 他不到八个月就 互妇产了 然后生下来 他四斤七两 嗯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特别辛苦 刚开始的 还不是很辛苦 就是要七个多月的时候 爬楼梯就爬不上去了 晚上上厕所 也不能自己起来上厕所 他那个时候 在重庆做生意 又没有在家里 就是我妈天天照顾我 那怀孕时候 有没有担心 万一这个宝宝 有问题 就是随你 就是遗传嘛 嗯 没有 我去那个华西 做的羊水穿刺 嗯 那个准确率比较高 当时就说是健康正常的 嗯 对 估计你是不是怀孕时候 其实 就心里也挺自信的 认为自己就能怀 一个健康的宝宝 嗯 还是有 有担忧啊 对 有担忧 但是我妈为了我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怀了差不多七个多月 没有在外面 呃 吃过一次东西 控制水都没有让我在外面买过 嗯 就是米粉啊 这些都没让我在外面吃过 嗯 一次都没有 就是为了保证胎儿 尽可能的健康 对 尽可能的有营养 对 我儿子也是我妈妈带大的 因为我带不来嘛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 他脑袋特别软 我抱的话 就我就怕 把他脑袋这样子软嘛 他再大一点 脑袋硬了 脖子硬了 我又抱不动了 嗯 反正我妈带他 我就帮忙打下手 嗯 煮饭啊 对奶啊 这样子 反正我妈妈天天抱嘛 会不会 你们一家三口 你们很幸福 很阳光地 走在外边的时候 可能别人还是会觉得 确实有一些不一样 当别人回头看他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在很多次 都是他主动地说 你看别人看 你就让他看呗 没啥 然后逐渐地 我也就觉得习惯了 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别人看他 我觉得是关注他的 大部分的人吧 包括我们男的吧 我觉得很多 还不如他 在你心里 雪梅是个有成就的女人 嗯 成就 她有成就 我也有成就 雪梅 在你心中 你的老公呢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挺善良的 挺负责任的 挺顾家的 对我和儿子 我爸我妈也特好的 什么洗衣 做饭 拖地 都是她 我就负责指挥 哎呀 这么好呀 我觉得你老公 就像一个声控机器人 不是 我在外面呢 回家我就不想做了 我就会赖着他做 他不做 我就死财蛋打的了 怎么个死财蛋 是生气吗 还是那个 甜言蜜语啊 灌蜜混汤 说好话 撒娇 咋说呢 你说啊 我在家里好 我在外面好累啊 家里你就做 反正我也不想做 就撒娇 对 把工作都做了 他也不认识我做呀 哎呀 真幸福 对 拖个地 拖到满头大汗的 也太拖 不能让他拖啊 拖不拖不拖 我都显然不出来 你还能有什么幸福心愿 对啊 所以你既然来到 我们幸福兰销门 肯定还是带着 幸福心愿来的 对 那我们就听一听 你的幸福心愿吧 会是什么呢 来我们请雪梅 上前一幕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就是给我儿子 买一台价值股 好 来 停回来 至于买价值股 我这个对你们家 是大事吗 嗯 价值股 我不是没上班了吗 嗯 所以说收入就减少了呗 所以最近 经济上还是有点 困难的什么 听听这个我们帮帮团的成员 怎么帮助你们吧 作为做事业来讲 你真的是干了一个 不平凡的事业 而且是超越了很多 常人能达到的那个高度 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点也是 我也是很佩服的 那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愿意完成你儿子这个心愿 我们愿意拿出一千元来呢 给你做一个小小的助力 我想说 不管是雪梅 还是雪梅先生 你们对孩子的未来期望 一定是你们家庭 最大的核心 所以呢 我想送给你的这个助力 就是五行五分跑 的助力部 针对你宝宝身体的进行的 在早期这样的监测 基于他的监测 我们再送给他一套 陪伴终生的这样的课程 让你的宝宝能够越长越高 希望你们家庭能够永远幸福 你没有受身体残疑的影响 上台到现在 从上台到现在嘴都没有合上 八颗鸭齿一直都在外露 就说明他很爱你 也很爱孩子 北京宣美整形集团呢 助力一千元 完成你儿子的这个心愿 也希望你们全家幸福 谢谢 谢谢 明天